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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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橫店客運中心 美好的回憶 嗯 我楼下依然是正照的集市 捅捅捅 这个青菜吧青菜高点 小块 两个膜 兄弟们 这可能就在横店了 最后一度 我来横店的话 第一天都是吃的这家算挺 便宜精细有实惠味道还可以 然后我走的时候 依然吃的这家 为横店这次历程 画上一个完美的句号 这家饭菜做的就是一种 有家的感觉 一些 一路走来 感觉很充实 有很多朋友 肯定会问 小米你为什么会走呢 做横电追梦的要做大明星的 但是现实啪啪打脸 就比如说我去面试前景 我的身高1.82 在前景也是中上有的 但是因为我这个微胖的体型 还有这个打脸盘子 落袖 怎么说呢 蛮遗憾的 未来的路还很长 我要跟横电的兄弟们 说什么再见 离别是最好的相聚 努力勇敢做自己 最起码让自己不后悔 我将去往我的家乡河南郑中 开启新的片段 与大家分享我的生活 感谢兄弟们的一路支持 这是我住了23天的出租屋 走了兄弟们 兄弟们 这么久了 小米决定给大家送一些福利 我来藏你来找 希望横电的皮友们都能收到 这是我来横电第三天的时候 买的一双古代强筒靴 有需要的皮友 可以找到这双鞋 踏上梦想之路 我在网里面放十块钱 兄弟们 这双鞋就放这了 里面还有十块钱 站一双鞋 我就在横飘广场 旁边就是文化长廊 就在这个工具房 储物室 房子后面 这个小道里面 希望找到的皮友 下方评论 请不吝点赞 订阅